这个情况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啦 就是不论在游泳池边啊 河边还是湖边 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要拿东西 然后跌进水 这个就很可能会造成溺水的情况 我们在新闻上看到溺水呢 就通常是有人已经溺水死了 那么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其实不是因为没有人在 而是因为有人在 可是他们又不会怎么去救 因为不会游泳嘛 所以今天我们会教你 怎样最安全的方法 去救一个溺水的人 可能会帮到你 我们会提到的方法就有两种 一个是reach 一个是throw 可是如果你是不会游泳 然后不会怎样下水去救人的话 就don't go 就是不要游着去救他们 reach还有throw又是怎样的咧 不要慌不要忙 我们会一个一个教你 首先就是reaching with hands 这个的情况呢 就是那一个人离你很靠近 可能就印你这样子 然后你的手是可以reach到的 所以你就趴在地上 把你的手伸出去 然后拉他回岸 可是一定要记得趴在地上 第二种呢 就是reaching with thow 就是这个情况是 那个人已经太远了 然后你一个手reach不到 所以这里呢 你要拿一个throw还是衣服还是裤子 趴在地上 然后抛出去 给他拿着 你一定要记得趴在地上 因为如果你失去你的平稳的话 你也会被拉进水 这样就不好了 第三种reach 就是reaching with thow 这个可能是那个人已经更远了 你连衣服都reach不到 所以这次你要找一个比较长的 thow 一个柱子 或者你觉得糖的树枝 还是扫把这样子 就一个比较长的东西 你拿了它 然后你也是要趴在地上 一样趴在地上好过后 把那一个柱子伸出去 让它拿着 跟它讲 please hold on to the pole 让你把它拉回岸来 这我们要给你们看的最后一个例子呢 就是reaching with water locks 或者也是可以被称为铺弩的 一样也是要趴在地上 把那个铺弩的伸出去 然后拉那个casualty回岸 这个的那个demonstration比较好 因为它是有趴在地上的 永远你要记得 你救人的时候一定要趴在地上 比如说有一天你经过泳池旁边 然后突然间有一个人掉进去泳池里面 可是它又掉得比较远 那么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找 看你周围有什么东西 可以丢进去泳池给那个人 可能你会看到一个棍子在旁边 那么你就可以把棍子丢给他 如果旁边没有棍子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找会浮在水面的东西 就好像救生衣救生圈或者服务板 然后当你丢给那个人之后 你可以跟他讲话 让他不要那么紧张 要他冷静下来 然后再鼓励他游回上来 当他游到上来时候 你要把他的手按在泳池旁边 等他有力气之后 再把他从泳池拉上来 如果你现在丢下去的是个浮板的话 那么你就让那个人拿住 然后把他的下巴放在板上面 这样他就会浮上来 鼓励他用脚来踢水 同时间也可以在旁边用手笔画 然后也一样等他游回上来之后 就按住他的手 叫他们爬上来 又或者你现在只有绳子的话 那么你就瞄准那个人的肩膀丢过去 让那个人拿着 为了不要让自己在拉起那个人的时候 然后自己也掉进水里 你要一个脚放在前面 一个脚放在后面 然后用两个手把他拉回来 记得不要自己下水 尝试去救那个人 永远把自己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除非你是有经过训练的 或者你是个救生员